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还好他不用每天在宿舍居住 不然说不定真的会被各种软暴力给折磨死 而虽然他并不是很擅长演戏 但是在唱歌上的能力真的挺强的 而且这颜值就算是拍广告拿代言也能赚个几百万 仰博自己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而网友之所以相信他 想必在现实中肯定看到过他的各种代言吧 但是有些牌子的口碑实在是太差了 比如一些化妆品很明显就是微商的节奏 不知道是关小彤打来不清楚还是怎么 他就接下这种代言 但是要说最清明的恐怕还是这个 身为昔日的学霸 代言学霸并高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和自己的人设也挺符合的 只不过这么雪高的地方稍微有点low 不知道关关看到了以后会不会很伤心 看到了关关如此努力的一面